平地里的35度高温真受不了 临时起义来到山上避暑 怎么称呼 叫比较大 Simon Simon 我是你 我是许 许先生 哪里来的 台中的许先生 我没在入境 我没在入境 这么漂亮在怕啥 来干杯 许先生在马上 对啊 不能做坏事 不能做坏事 同一个人啦 先看看同一个人 隔壁再来同一个人 上次我看到他 但是旁边不是他 看我吓一笑 不是他 偷你啊 由台三线 转入往内湾的120线道 准备往尖石的山上 车路避暑去 左边是有爱情火车站支撑 内湾线的核心车站 只是今天平地里热的要命 就不多做停留了 过了一星桥 就进入尖石箱了 在尖石箱的入口一项铜雕前 稍作停留 下来看看去年7月才落成的新地标 泰雅勇士像 十年前这里原有一座雕像 因台风之故而崩落损毁 新的泰雅勇士铜像 右手平举向前 左手捧着生命之火 有着新火相传 生生不息的象征 在一旁游罗纳罗两溪交汇口的 尖石岩 久经风霜 烈日暴雨的青石仍屹立不遥 被誉为泰雅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也是尖石地名的由来 目光顺着尖石岩 往上游望去 是跨越尤罗西的尖石大桥 更远方尖尖的山头 则是同名的尖石山 继续上路进入了新乐村 左边是往水田部落的新乐桥 继续取执行 今天要去的尖石天空小木屋露营区 从这个路口 跟着A字路标转弯就对了 第二个A字转弯路口 第三个A字路口 最后这五分钟的路宽较小 稍有颠簸 底营区大门铁栅 目前这里踩无人管理 得自己解锁进入 来到了第二层的营位 天空飘起了小雨 还好搭完了边杖后 天空跟着放晴了 车路模式安置完毕后 休息一下 先来趟空中的营地巡礼吧 我们驳于车床特约的草皮区 前方是飞特约的雨棚区 下方则有木屋区 雨棚区 及车床特约草皮区 营地共分上下两层 海拔近1000公尺 相当凉爽 是个成立才两年的露营区 设备都还很新 以往在平日的车路 尝试一车包场 今天这个营地 看来人气勃旺 一个下午 车路 搭帐急着小木屋的各种路友 进驻不断 看来 油井有高度 设备新颖的营区 是永远不会寂寞的 来自各地的车友 一碰面就有聊不完的露营话题 好不热闹 台中的许先生全抗力啦 今天有缘我们都来到了 天石天峰小木屋 很凉快一千多公尺 风景不错 待会来你多啦 好好好 来干杯 相逢自私有缘 谢谢 谢谢 高雄的张先生 弦抗力 对谢谢 很高兴认识你们两位 你多称这一块 我把边杖拉开来而已 对对对对 怎么称呼 这样比较大啊 我Simon 姓吴 Simon 我姓杨 杨 你们从哪边来 台北 台北 我们是就下面竹北而已啊 很近啊 对啊今天天气太热就临时跑上来 就今天而已啊 来参观一下 乱乱的 里面 里面还很乱 他还没铺床 前面里面就第一家 你这些箱子就是收纳 然后上面枯木板就是床 所以我们有上下沉 上下铺啊 我睡下面他睡上面 一个睡下铺一个睡上铺 这样睡 了解了解了解 睡觉不会互相干扰 真的 对啊我们前几个月才认识的啊 还用什么 对 来自内湖的 Roberts 跟我们的怎么称Mandy 对 真是太巧了 对对对 一个月内在不同地点竟然遇到了两次 可以 i 有 如果你 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右前方的山头就是北德拉曼与内鸟嘴山 还记得分别从回音谷及梅园登山口上山 赏过神木及山毛举 昨晚睡到觉得冷 反而是怕热的柚子睡得特别的香 就陪他玩玩球运动一下吧 早餐后在营区里散散步 看看这里的各项设施 有规划出一块特别的垃圾整理区 还不错 在那边有一间小木屋是开着的 可以去参观一下 这个房型比较小 只有一张双人床 这里是洗漱区 集资材式 还免费提供了一些备用品 蛮贴心的 这里还有个吊床 来食堂看看 别掉下去 不会啦 你有这么重吗 嗯 柚子也想去做做看 很稳 还蛮舒服的 上来啊 一定要上来 好 要上你 要上 早上的阳光特别的透亮 拔印离开前 再来玩玩空拍摄影吧 由空中俯瞰整个营区 整齐的构图 有种美式郊外社区的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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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